一箱箱台灣雕出現在南韓首爾的高級飯店 錦石又帶有粉紅的色澤令人食指大動 業者和祝涵代表處合作 行銷功力一流 看準南韓精英教育主義 仍仍想盡辦法變聰明的心理 大三台灣雕是最佳的食材 但是除了味道鮮明以外 它是一個低脂肪高蛋白的海產品 所以台灣有句話說 要聰明的小孩一定要多吃魚 要多吃魚就要吃台灣雕 台灣雕協會以及農委會漁業署 在這場推廣會上 想盡辦法抓住媒體的心 除了準備紅燒以及油炸的台灣雕 現場更精心擺製全魚以及切片樣品 強調吃起來有沙西米生魚片的口感 台灣雕肉質生平 口感Q 沒有細膚 非常相信這個真雕 台灣雕早年叫做無鍋魚 是家家戶戶餐桌上經常出現的國民美食 經過多年改良 越來越受到國際肯定 可能也是另一種的台灣之光